這一次的事情是發生在2012年的11月3號 那天可以說是在台灣史上 江湖史上一杯一洗兩大案子 轟動的一個當年的非常轟動的事件 為什麼說一杯一洗 我們先來講洗 2012年的11月3號 當天是當時天道盟的盟主施萬宏 綽號骷髏的婚禮 那這個婚禮呢 為何被人家稱作叫黑道世紀大婚禮 首先來講當天的牌長 我沒有記錯那天呢 婚禮的現場是在大指點華 而且呢很多的明代 藝人 還有有頭有臉的人士都去了 那當然嘛 既然是我們的江湖的盟主結婚 再加上呢 我們的這一位這個總裁夫人啊 跟這個總裁年紀呢 差了35歲 所以當天呢 那包括有很多這些灌溉雲集 是不是有很多新聞的焦點在現場 還有一個 這個施萬宏的這位總裁 這個盟主我要跟觀眾朋友介紹一下 因為大家對他可能比較陌生 這綽號骷髏的這位施盟主呢 其實啊 他出身於大家一個 一點都不陌生的會 太陽會 這個我們教官就很熟啦 專業殺手的會 對 那如果講到太陽會呢 瑞格哥更熟的就是吳童潭啊 那各位知不知道 吳童潭跟施萬宏彼此之間 可是鬥爭了數十年啦 因為當時新舊任會長 吳童潭在大陸的時候 施萬宏接任新太陽會會長 跟他之間互相鬥爭 可是為何我剛剛說這個婚禮上面 卻有個新聞的焦點呢 你一走進去 你發現總招代理知道是誰嗎 吳童潭 之前不是有收嗎 化解囉 這方面呢 施萬宏骷髏哥 順便也給警察 因為現場有48個警察在搜證 順便跟他證實 我已經整合天道蒙成功 好 講到這個黑道世紀的婚禮 你聽了已經覺得 哇 如臨其境了對不對 我告訴你 當天晚上7點還發生了一個 為何我說震驚 這個台灣江湖黑道的事情 因為到7點之後 突然啊 據當時在現場拍攝的一些媒體記者 跟我們在轉述 說突然有一群黑衣 因為現場當然有很多的 江湖安妮奇大哥參加嘛 突然有很多黑衣人突然站起來 都做同樣的一個動作 一站起來就這樣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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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戴上啊 人家通到我們盟主的婚禮 為什麼你們突然站起來 行色慌張 而且突然離席 就突然離席 甚至引起當時 天道盟現場 他們在招待的這些天道盟的小弟 很不愉快 怎麼突然站起來要離開 而且神色慌張 這樣子不太好吧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惠民 因為台灣除了有天道盟 再來就有四海幫跟竹聯幫對不對 三大幫派 當然還有松蓮 四海幫的幫主楊玉斌 說電話那一條船來 他死了 所以我剛剛說震驚江湖一杯一洗 洗的是這個婚禮 杯的是這個 那當時很多人就站起來了 你知道為什麼會知道 他們的幫主死了嗎 好 原因是因為當時 晚上七點 幫主楊玉斌 綽號小凱 凱哥 你也受邀 是貴賓啊 而且是我們幫主啊 可是沒有見其人影 所以中常委呢 就覺得不妙 就打電話 叫保鏢好好去查看一下 沒想到到了台北市的高級住宅區 林一街的時候 發現沒人應門 一直找所向破門一破門 發現他西裝鼻涕的沉濕在房間裡頭啊 準備要參加洗酒的裝扮都準備好了 那是不是有點奇怪 不過惠民 我們也以為是不是洗酒的裝扮 結果後來發現他至少已經死亡多日了 好 那這個消息又傳回了婚禮上面 婚禮上面的中常委又紛紛離行 有人就覺得難道要火拼了嗎 好 為何要想火拼 這個有時候不是空穴來風 你要知道啊 其實四海幫跟天道蒙 他們就像電影《蒙甲》演的一樣 江湖演的一樣 台下是沙打沙沙 台上稱兄道弟 沒辦法 因為做幹部的他們都是稱兄道弟 可是在台下 小弟們是在搶地盤 因此這時候我們老大死了 那是不是大家就會懷疑 難道是他們之前跟天道蒙的一些恩怨院嗎 當然那只是當時的預測 警察那時候就怕天道蒙跟四海兵 在婚禮上面會不會一言不合打起來還是幹嘛 因為你知道在淋漪街 楊玉冰的住宅那邊 就已經有很多四海幫的小弟幹部 堂主匯集在現場 那時候據鄰居轉述 現場你看到的黑頭車雙B就數十台 要不是警察到現場叫他們趕快離開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後來有記者去 報社的記者跟他們吵起來了 那時候小弟就直接講 你哪一間你哪一間你去啥 去啥 去叉叉小這樣子 好那後來在警察卷座下台 離開 而且警察馬上放回消息給江湖人士 沒有外力入侵 也沒有打鬥痕跡 應該是身體不舒服 可能是一些心臟性的一些疾病 沒有外傷嘛 好 對 但是這個讓人家想到一件事情 就那為什麼那時候會速殺氣氛如此重 楊玉冰什麼來頭 我跟各位講 其實楊玉冰他是四海幫 我記得是第七任的幫主 那他那時候就是接續了張建英 帝哥的位子 那其實楊玉冰還曾經做過 新聞同業人員 所以惠民應該也記得 所以當時我跟我們的這位幫主 在那個時候剛好同業又共事 所以我們也互相通過電話 他是滿傳奇的人物綽號改革 那那個時候他隔了一個禮拜之後 後來是第八任的幫主接任 但大家來看一下 你看看這對比這些場面 你會覺得真的是 怎麼短短一兩個月江湖事情這麼多 這是什麼場面 就是當時四海幫幫主楊玉冰 他在去世身亡之後 這個黑道世紀的喪禮 我們可以看到這在哪 這在南港 當時現場所來的這些江湖人士 你光是看那黑壓壓力片 一萬人 一萬人來替楊姓幫主來送行 而新溫不久的我剛剛講的骷髏哥 施萬宏也出席了 所以為何這件事情至今 警察想起來都覺得膽戰心驚的原因就是 怎麼這麼巧 11月3號一杯一喜江湖至高 這些我們講的備份極高的自尊人物 同時都發生了事情 所以作enas只獲得 所以我來看